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点击订阅,关注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木匠的鬼师 归园镇 风水西村的赵大川 是方圆数百里数一数二的小木匠 这赵大川呢,不但手艺好,人品更好 十里八岁的乡亲们啊,小到打个柜子 大到盖个房子,都愿意找赵大川 因为赵大川不但收费低 赶出来的活呢,更是让人找不出任何的瑕疵 赵大川的儿子赵青山 高中毕业在家,没考上大学 就跟着他呀,学点木匠活 这赵青山嘛,头脑灵活 什么东西呢,他一学就会 没用几年的功夫,也成了一个不错的木匠师傅 赵青山的手艺让赵大川特别的心里 他觉得呀,自己这也算得上是后继有人了吧 也不会辜负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有一年啊,赵大川领着儿子在夹皮沟盖房子 这夹皮沟的吴瞎子呀,就带着孙子吴二狗找到了赵大川 非要拜赵大川为师 希望这孙子吴二狗选门首页可以养家糊口 你要说这吴二狗呢,也真是一苦命的孩子 他父母因为贩毒,被判了死刑 是爷爷王瞎子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搭 从小就没有父母管着 吴二狗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赵大川同情着王瞎子 看见吴二狗可怜,就答应了吴二狗跟着自己学徒 赵大川带着吴二狗如同是亲儿子一般 严格的教授吴二狗本事 不管是用斧子,拉锯,还是刨奔 所有的木匠活的基本功,全都悉心的教授 吴二狗倒也争气 一改以前懒散的性格,没日没夜的学习 没过多久的时间啊 他还真的跟着师父师哥一起能够出门做活呢 木匠呢,这是一个巧合 画线下料那是关键 赵大川眼光贼好 不管是什么形状的木头 只要摆在眼前,略微的打眼一看 他就知道从哪里下手能出多少料 他画好的线,出多厚的板,用多少的料,那绝对是刚刚好 话说这赵青山跟着父亲学艺喜欢琢磨 他呢也是没用几年就掌握了父亲画馅出料的这个绝技 这吴二狗嘛在说的,虽然说人聪明,又肯学习 但是无论如何他也掌握不了这门技术 他画出来的线,不是物工就是废料 好几次都惹着宗家,上了气 还有师父赵大川跟着陪不是 这赵大川呢,他也不生气 毕竟心想了,二狗啊,很年轻,学艺的时间还短 出现点失误,那也是正常的 只不过自此以后啊,这画线放料的活儿 一般都是师哥赵青山的把握着 而吴二狗他只能做一些拉锯推袍的体力活儿 渐渐的这吴二狗啊,心生怨言了 俺地里边经常的呀,埋怨师父 将独门绝技交给自己的儿子 不交给自己,让自己天天跟着出大力 也学不到真本事 转眼之间,赵青山和吴二狗都长大成人 娶其生子了 当然了,不管是儿子还是徒弟吧 所有的事情都是师父赵大川给张罗 不过这吴二狗呢,还是有怨言 他总觉得师父啊,就是把自己当外人 没有对自己儿子那么好 空暇的时候,吴二狗总是暗暗的发恨 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总有一天,我要让师父师兄 对自己的偏见付出代价 赶上有一年 归原镇上的王大麻子要盖房子 特地的请了赵大川来主持木脚活 这王大麻子呀,是一江湖人 以前跑偏门挣了不少钱 现在洗白了,在镇上开了一家会所 王大麻子呢,想在镇上啊 盖两城的大院 所有的大梁,岭桥,方船都是用上好的东北宋啊 赵大川带着儿子赵青山和徒弟吴二狗 给王大麻子家里边做活 赵大川呢,就盯住着儿子和徒弟 这户人家呀,不好惹 大家拿起精神来 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该大瓦房嘛 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是架梁 大梁,斜梁,二梁,立柱,方船,岭桥 哪一项都不能出差错 这不但是一个技术活啊 他还犯忌讳 如果上梁不顺 那么呢,会让主家非常的生气 农村人都认为顺顺当当的上梁 那这房子呀,就特别适合居住 反之呢,则会让人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 这天赵青山正在下大梁的料呢 赵青山的母亲突然跑过来告诉他 说呀,媳妇生孩子了 赶紧的送到医院去了 赵大川和赵青山也俩呢 安排着吴二狗继续干活 然后俩人跑到医院伺候着生孩子 等着赵青山媳妇生完孩子 也俩回来的时候 主家的大墙都已经起的差不多了 赵青山没来得及细想 就按照以前画好的线 下料做大梁 可等着上大梁的时候 王大麻的一家喜气洋洋的招呼着 那声响,大梁一掉上来 西梁架好东梁悬空 东梁架好西梁悬空 大梁竟然短了二十公里 折腾了好半天 果然没弄好 大梁还从屋上掉了下来 差点砸着人了 赵大川父子俩人 这脸子丢没了 差点急得晕过去 只有吴二狗 在这个没人注意的时候 他竟然不自觉的笑了笑 赵氏父子 几乎成了全镇人口中的笑 赵大川父子也是懊悔不已 赵青山回家之后砸了磨斗 再也不碰木页活了 专心的在家里边种地养猪 赵大川呢 这一世英明已不在 从此时一病不起 没过多久就去了时 而吴二狗却成了十里八乡 有名的巧木匠 后来啊 还收徒带队 拉起了自己的木匠队伍 直到多年以后 赵青山还是没有过了自己心病的那一关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之间 吴二狗听说 师哥去世的消息心中有愧啊 他赶忙的过来奔丧 他情不自禁的哭丧说 师哥呀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早就走了呀 你我兄弟一场 我一定为你打造一口上好的棺材 让你风光大葬 说干就干 吴二狗亲自下料 做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只是让吴二狗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亲手做的棺材竟然做短了 这可是他从一几十年以来啊 他从来没遇到过的事情了 没办法 吴二狗只好连夜 为师兄打造了另外的一口棺材 等到吴二狗为师哥做好了 自己却突然之间口吐鲜血 一命呜呼了 就这样 两口棺材一口给了师兄赵青山 而做短了的那口 正好适合自己的尺寸 此地人都说了 吴二狗这是有先见之明啊 临死还给自己做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当然有人还是悄悄议论了 说呀 这是因果报应 当年吴二狗偷偷改了师哥画的大横线 让大梁不够尺寸 导致上不了梁 师父爷俩因此而死 吴二狗的师父和师兄 这是心有怨气 所以 带着吴二狗 一起去了阴间了 好了 这就是木匠的鬼市的故事